你是什么学历 是的 研究生 好 请与我吟诗作对 十个厨师 九个坏 不坏那个在炒菜 厨师不烧 技术不高 厨师不坏 翻歌不帅 藏在厨房飘 哪能不挨刀 藏在厨房走 哪有不切手 厨师不喝酒 炒菜手发抖 厨师不抽烟 炒菜味不鲜 厨师不打牌 大菜炒不来 厨师不泡妹 炒菜没有味 请问女人嫁对了和嫁错了 有什么区别 你嫁对了人 她在外面为你拼命 让你活得像个孩子 你嫁错了人 她在家里给你拼命 让你活得像个疯子 请问老祖宗哪些话都一一兑现了 现在日子好了 天天像过年一样 所以叫度日如年 买东西不用拿钞票了 所以叫身无分文 工资每个月按时打进卡里 所以叫坐以待毙 见到漂亮的女性就搬到她那里去 所以叫建议四千 现在人们都闲得经常外出旅游 所以叫居无定所 只要是领导说的 没有道理 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叫头头是道 领导们上班一杯茶 年薪却可以买辆车 所以叫杯水车薪 进读书 有文凭还不够 为了更好的生活 还得送礼 所以叫知书打理 你认为说话的技巧重要吗 非常重要 请你形容一下 好马 好在腿 好人 好在嘴 不会烧香 得罪神 不会讲话 得罪人 人没钱 不如鬼 汤没盐 不如水 生活让你懂得一口好心 永远都比不上一张好嘴 很多地方献号还是很堵车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如果献号解决不了问题 建议献性别 一三五 男的出门 二四六 女的上街 周日不限 每天十四亿人出来一半 一半我家里 车也不堵了 天也难了 老公出门 老婆放心了 老婆出门 老公放心了 坏人也没了 不用下岗了 就连厕所中间 也不用垒墙了 你认为漂亮的女人 最纠结什么 拯偶的时候 如何选一个好蛋 为什么呢 因为漂亮的女人 她一定不缺男人 但到底该选一个 对自己很好 却没有钱的穷光蛋呢 还是该选择一个 很有钱 却对自己不好的 王八蛋呢 请你形容一下各个行业的技巧 美容院的人 会说你皮肤缺水 美发店的人 会说你头发干燥 按摩师 会说你体内实气重 不爱你的人 总说你脾气差 只有服装店的老板 才会一个斤来夸你 生菜 味道 臭 闹 膈 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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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